郭君主、黃總長,點的火啊 弄到氣飛狗跳啊,全民不安啊 我真的覺得 羅部長啊,還有黃總長啊 你們現在整個把全國的司法都陪進去了 我今天不會去跟老可吵 因為這個決議是昨天做的 即便他這樣弄,大家心裡很不舒服 但是程序正義 程序的東西 我們認了 我們認了 但是,羅部長,我要跟你慎重的 要跟你中部啊 你要告訴那個召集人啊,那個次長啊 官當那麼大啊 怎麼會 那打從心裡就不尊重國會嘛 怎麼會這樣子呢 通知團早就發給你們了 所有的行政單位的人員 沒有比什麼來國會更重要的啦 什麼組織會議那些東西都聽不懂 要幫你們講話,幫你付房都不知道怎麼付啊 部長不能這樣子搞啊 趕快進入狀況 看你一步就是通通不知道啊 當然你這是自保之道也說不定啊對不對 裝傻也是這個樣子啊 就好像是什麼都不知道 就變這個樣子啊 你什麼都不知道 推給次長次長不知道,通通不知道 怎麼會這樣子呢 人在那跑去高雄 今天特別要來這裡開會跑去高雄 他請他上來啊對不對 對不對 沒有啦,我覺得你們不能這樣子啊 真的我們執政黨的委員看起來都很難過啊 就是這個情況明明知道 在黨會這樣弄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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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上的東西 他有權力這樣弄啊 違法來弄,違法來弄 對不對 這樣子要耽誤我們所有委員的時間嘛 當然大家這個題目已經是 吵很久了還在吵 每天在吵這種題目 心裡都煩了對不對 可是就排啦 對不對 你怎麼弄呢 你不能 部長我再跟你講一句話 所有的行政官員 立法院請他來是個 honor 官不夠大還沒有辦法來立法院咧 他很appreciate這個事情啊 對不對 你不能這樣子 你 立法院已經發政治通知 他當然要來啊 他想進化一定要來 怎麼可以不來呢 用什麼其他理由 我們昨天就是 九天大家吵了半天 吵到後來就是 一個妥協之道就是 那就弄一個預算執行 今天黃總長我對他已經有意見了 可能今天就來了 本來我們都認為他可以不要來啊 可是因為就列了一個叫 經費使用情況 請他來了 他也來啦 他尊重這個國會嘛 對不對 還有哪個檢察官比總長更大 搞不清楚啊 這個東西 總長都來了 部長也來了 市長也來了 那檢察官可以不來 不了解 為什麼這個樣子 然後從大物大叫時間啊 這個東西 這樣怎麼算呢